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Man 我相信大家今天有看新闻 又是挺令人气愤和生气的 大家看到今天林郑都照封关 更加封多很多个 实际现在在香港可以过到个关口 数了都剩下2-3个3-4个 但是那群黑心的医护 就算政府封多少关 对他们来说 他们都是永无满足 总之就是他们用政治 去牺牲一般病人和小市民的福利 你想想 肯上班的医护 其实就承担了一群 他们罢工那些医护的工作 还有 今天他们实施第二阶段性的罢工 从今天两千多人 去到明天他们说九千多人 你想想一个医疗体系 没有了九千多人开工 你想想 救急扶危所有性命有关的医护工作 其实就影响了很多病人的生命 你没有理由 你用这些筹码去脅迫政府 去令到全面封关 我觉得一个正常的香港小市民 都未必认同你们医护界这帮黑医护的做法 我相信大家都有良心的 大家都有眼睛的 我将来看看有多少香港市民 是会反对你这帮黑医护 甚至乎所有的黑色暴力团体 包括什么黑社工 黑机场工作者 其实他们都不是那个阵营的 都连在一起去搞事 和政府搞对抗 其实真的不应该的 不应该用民生 而真的去玩政治 和政府拿政治筹码 对一大部分的普罗大众 其实就是大家都会觉得 为什么你们用你的政治利益 来牺牲我们小市民应有的权利和福利 真的不要令到有一朝一日 大部分的小市民 都出来反抗你们这帮暴乱暴力的分子 每个范畴 回到每个范畴应有的崗位 我们都是小市民 政治的不要牵涉在我们的工作范畴 恳请各位